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命理 烟看气场 我们家中的气场到底如何 其实我们眼睛看不到 你又不会用罗盘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点香 香他会有烟 这个烟他假如一路直直的往上的话 就表示这里面的气场他怎样 他没有在动 但是这个烟他假如会这样子慢慢的 有在那边悬绕 你就可以看得清楚 你家的气场其实是有在动的 所以说这样子来讲 我们常常讲说 在拜你家的神明到底有没有灵 就看那个烟 有没有向神明这个方向飘 或者是往前飘 其实不是神明的问题 是这个气场会带动这个烟 所以说可以利用烟来看气场 当然你假如时常会发现到 你家的香一点 一半就熄掉了 那表示氧气不足 就是说你家的气场的纳气不良 这时候就是要多开一点门 让人家的纳气旺一点 去旺人家的灾 所以可以用烟来看人家的气场 今天就敢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